我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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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網友们大家好 我们刚刚从 喀纳斯 不叫喀纳斯 叫什么湖 博士腾 老想着喀纳斯是什么水怪 博士腾湖的那个 警区售票大厅这样开着过的 昨天晚上我们是在那里过了一夜 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到这里的时候 7点多 我们在那里买好票之后开到警区 我们就想今天去吧 结果我们去问 昨天的票今天不能用 结果我们又开回来把它给退掉了 退掉了之后因为昨天我们开到警区门口里面去的嘛 那里 车只能停在他那个警区大门 开不了湖边 开不到湖边的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想了一下 是45 一个人 我们两个人昨天买了两张票是90嘛 那里退了又退了90给我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着就不花这90了 我们看走哪一条小路能开到湖边不 看一眼就得了 因为车也开不去 你进去逛一下 宠物也不让带去 昨天我们去问了 就感觉 咱看哪里找条小路能开到湖边去看一眼 往直者走就是博士腾湖的大河口景区 我们往右走试一下看 因为这一条路 可能应该是他们当地居民的吧 那种平常里面生活都有居民的 这里在看旧 他们这边是蒙古族 好像这一片 这新疆都还有蒙古族 我看好多蒙古包 这里有匹马被拴着的 在泥里面打了滚蓝 全是泥 看着好漂亮啊 这个嘛 高大威猛型的 拜拜了 全身都是泥 济古族 好像我们这方案不成功 从那个主路上这样转了一圈 这样转了一圈之后 又把我们带到主路上来了 好像是 不欢门票好像看湖都看不了啊 这里前面就是大河口景区了 这里有一条小路 这玩意儿这路这么烂 我们的车能过去绷 下去了 下呗 别人说让我们从那边 去不了吗 去不了就算了 咱 咱倒回去吧 还是怪咱太年轻了呀 怪咱太年轻 想的太美好了 就是他这个找不上过呢 其实咱应该直接开着过去 应该也没事儿 我觉得 他这个可以从景区那边转过来 你看见没有 这样转过来走那一条 对吧 咱开去看 去不了这后门这里 有个人在那里 拦着的锁了门的 这里就是景区大门了 因为车就只能停在这个坝子这里 我们是想着 能开到湖边是最好 这开不去呀 开不去的话我们去 去下一个景点看 因为这个博士通湖 我在手机上看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景区嘛 有好几个景区 我们就换下一个 能开到湖边的那种是最好 还是怪我们太年轻了 随便怎么转都转不了到湖边去 别人是早就把这玩意给想好了的 我还以为找一条小路能转下去 对不 我们看一眼就得了呗 这景区他车又开不下去 不得行 咱想多了 咱就立马撤退了 我们再看一下 哪里 那边的景区能把车开到湖边不 能开到湖边的话 还可以在那里耍两天 这开不到湖边去看了 从未也不能去 那去走个一两个小时又回来 那没意思 没意思这房车开出来对不 最好是能停车的地方 我手机打开看了一下 我们现在在这里 大河口景区 这边还有一个金沙滩景区 好像车能开进去 金沙滩能开进去 我们就走走这里 这里开不进去 要转一圈 管他了 必须要车开进去了之后 对不 那才玩得舒服呀 不然那玩得有啥意思 这边旁边这些 全都是瑜伽乐吧 应该是属于 都是属于瑜伽乐 我们都那玩也 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因为以前 我两个都打了十多年的鱼 在城堂里面 我们那个移动的还是瑜伽乐 他那个 对 我们还是正日八百的 那个叫什么 退捕上岸的渔民 老渔民 走吧 我们出发下一个景区吧 好 好 好